今夕茶 摧残亮丽 红定齐天 祝福丹相悟 阿世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是2016年台湾灯会 展出的地点是在台湾桃园高铁站青浦的战前广场 那在这个广场里面记者现在所站的地区就是宗教灯区 在宗教灯区有一个主灯 主灯就是耶稣、观世音、菩萨、土地、宫、如来佛等等 通通站在一起的地区 我们看到宗教的融合 而走进宗教灯区之后 最大的一个区域就是基督宗教灯区 基督宗教灯区里面 也是这个宗教灯区里面唯一有最大舞台的地区 那里有基督教、天主教、所有的宗教团体 他们的青年朋友以及各个修女神父们 经常在上面为大家演出 我们的宗教灯区里面唯一的 我们的宗教灯区里面唯一的 我们的宗教灯区就是基督宗教灯区 那么在我正后方的就是我们天主教会的灯区 一个带着爱心的耶稣 在台湾伏传了157年 这也是最受到一般民众欢迎的灯区 因为他们都愿意和耶稣一起合照 那么关于这个灯区的设计 我们在现场找到黄淑慧小姐 特别请黄淑慧姐妹来为我们做介绍 淑慧好 好 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们到我们 桃园灯区天主教的单位来 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次的主题 大家都看到了在耶稣基督坐在一个船上面 那耶稣基督的右手用欢呼的一个动作 就是为了要迎接我们台湾的人民 每一个人都能够信仰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伏传的动作 也是一个爱心的代表 耶稣基督手上捧了一个爱 爱心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拥有爱心 能够来到这个灯区区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边有图案有个鱼的图案 就是代表 可是刚好也是三条鱼耶 是天主圣山 对 然后这个地方就代表一个 就是要跟着船是跟着进来的 到台湾这个宝岛来 然后就是来在台湾做一个扶船的工作 那也代表说耶稣基督的爱呢 将要临近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来 在十字架的下方这边有很多的灯笼 那其实这些灯笼都是我们天主教在桃园区 有三个我们天主教幼稚园小朋友他们所做的 然后在灯区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字架 那就是代表一个耶稣基督跟着十字架的光芒一样 孩子们都非常有爱心的做这些灯笼 他们也很期待 所以爸爸妈妈这几天其实都有带孩子们来看他们的灯笼 而且来找他们的灯笼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孩子们都很开心 妈妈我灯笼在这边 你找到你的灯笼了 你在哪里 像那个 有一点看那个灯笼 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灯笼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有一个画一个猴子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下面你的名牌在下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difficulty 哦好棒哦 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çons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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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agles嗯嗯00 QUrp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